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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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是我来过最有趣的采访间 我们下一次拍我左脸 好不好 第一次我就不要脸了 吴老师我们自己先打 好 想首先问一下吴老师 就是收到我们节目邀请的时候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其实我跟说唱听我的是蛮有渊源的 我去年有参加了你们的节目 然后来帮助了魔动闪吧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热血很年轻的舞台啊 对那今年来找我的时候当然我很兴奋啊 所以可能在这一次来的时候会寻找啊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最年轻的最有实力的rapper 对我很期待跟他们产生出不动的共状吧 我第一次收到你们节目组的邀约的时候 我很惊讶 我说说唱节目怎么会邀请我呢 实际上我从小呢就喜欢说唱 说唱第一在于说肯定是跟语言相关 既然我们说的是中文 唱的是汉语 那就一定要把汉语的美唱出来 他跟找对象没区别 他真的跟找对象没区别 要求可能所受害更高 他是在不同的文化中间的融合和碰撞 碰撞是什么意思 会砸锅也有可能啊 我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我遇到什么人 我会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个特别给我一种刺激你知道吧 谁在里面啊 搞那么神秘 请进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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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庄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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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游长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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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 他们让我们来这里干嘛 等着 我也不知道 等着就对了 等着就对了 好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嗯 哈啰 老师好 老师好 我是 你可以见我一纯 我有听你很多歌 真的吗 分身 哇 你出我的新歌 还有你跟彦斌合作的 不必在乎我是谁啊 还有我根本不是你对手 还有我知道你喜欢那个 Hurt 还有那个是什么 那个 Paper Heart Paper Heart 对 那个主唱 这 这好感动 走 下一个应该是 龚琳娜老师 她人很好的 虽然年纪大一点点 但是却很像小孩子的 再来了 老师 一辰 对老师 好 我忘了跟你自我介绍 你有一些客群 对不对 不是 你可以叫我K K 我们来做新的音乐 我换了一个大脑 吴克全真的消失了 因为你看到的是K 其实这一次来 希望你们把吴克全都忘掉 一个新的想法 一个新的人 他叫K K 你好 你可以叫我K弟弟 那我是不是叫龚 可以 就是那个 龚 那罗的意思 你叫龚 K 帅 我们这个队不错 当然 为什么 因为 没有为什么 我们就是很好 这样为什么 有人来了 冰冰老师好 你们第一次见吗 第一次见 怪不得 这么小的椅子还中间留那么大一块 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这么小个椅子中间留那么大一块 哈哈哈哈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都有点色恐 你知道吗 色恐 你有你有恐惧吗 我有点小内向 小内向 哎呀哇呀 哈哈 我是大内向 哈哈哈 他超可爱的 那我们 这一组 有没有什么 就是自我介绍啊 要不要想一想什么特别的 我看他们都有什么 AKA这些呢 因为我感觉他们 这个rapper 自我介绍啊 我也没听懂反正 就前面 就一大串 什么AKA 什么什么什么 就听到了AKA 对啊 到最后的那是什么 就城市的名字 对吧 然后再是什么什么什么 哎我们怎么介绍 不然我就叫 AKA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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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 YO YOYO YOYO OK 我们来了 就等你了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洪老师 哎呀洪老师 洪老师 第二次来了 所以还是 会比较放松 但是好像听又 有新的赛制了 所以不知道有什么 新的玩法 作为新决官 我们的一个 推荐标准 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推荐标准 首先我要了解 几位艺人老师的 他们喜欢的风格 和他们平常做的音乐的类型 有没有啥有普通 VAP这方面的话 如果这是一个 还算是一个 是个比赛吧 所以说如果要推荐的话 可能还是想的 从他身上看到 就多一点的可能性嘛 就是越全面越好 对 接下来呢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关乎于 我们的整个队伍的 这个形态 会是什么样的 那我说一下赛制 本场是双子星邀请赛 红蓝两队每队拥有 二十个邀请名额 获得邀请的选手 拥有与该队的歌手 合作原创作品的 准备 好少 然后他们有九十秒的时间 来唱他们的歌 方一月 方一月 在九十秒 最后十秒钟的时间 就是你们邀请时间 就是看谁拍得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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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一个反转的一个 对 如果反转他们就必须得给我们 推开吧 等他们了 推开了 等他们了 超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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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几次啊 只有三次 所以这三次机会就很重要 最怕就是我想排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已经被我排到 对面用那个反转拳 对啊 最怕是这个问题 这是最怕的 如果这个人肥要不可的话 不然就故意让他们先选 对 我我建议啊 嗯 就是弄草存着的最后都会死 哈哈哈哈 哇 那就是我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后面有机会 哈哈哈 真的 我跟你讲 第一 心态上接受 最想要的被抢走 第二 喜欢的绝对不放手 立马就拍 人生智慧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 就喜欢的就拍 就喜欢的就拍 真被抢走 我们浪费一张牌也好 是 我们先聊一会儿好不好 好 我隔壁包厢还有事儿 好辛苦了 好 拜拜 拜拜 就是说唱这个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里也有 比如说 快板啊 评书啊 就是评弹啊 对吧 有说有弹有唱 嗯 这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里有的 你可以帮我们很多东西 嗯 因为你可以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古运 对 然后看怎么样跟新的选手 对 这就是我来这个节目特别重要的 是 就我除了也想跨界像你一样 就是跨界啊 然后突破跟年轻人一起做音乐 我也希望就是说 怎么样我们能够在说唱当中找到 这个语言的美 我们的腔和调怎么放 嗯 然后怎么跟现代的节奏和流行音乐 完全融合在一起 但是非常自然 不是说加一段京剧 根本就跟内无关你知道 就是那个是表面的 就是我也在探索我们的语言的美在哪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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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些说唱音乐 就是想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进步 一起玩 一起交流 你也是年轻人 看着你的资料01年 应该是最年轻的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短片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好不好 好 期待 提前见面了 你们来之前应该对我说 当时说唱相似心 这个会发言 是 第一反应是什么 觉得这个节目会爆火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觉得这个节目会爆火 肯定要摩擦出好多火花 我觉得这个是我 特别特别期待的东西 双子欣是啥 那如果要对未来合作的歌手 提三个问题 你会问些什么 老师您好 他脸上是什么 窜口贴 这是潮流吗 这是 个性吗 如果我新专辑 只要你们合作 你们会跟我合作吗 我们现在零零后的小孩 做音乐的环境比以前好很多 他们以前 他们是靠什么样的信念 坚持到现在的 我都要流泪了 我都 想问一下各位老师 在17年之前听说唱吗 各位老师都是流行圈的人物 那如果说一起合作作品的话 会不会只考虑流行 不考虑说唱这一方面 依然选择跨界来到这个节目的话 是不是在本来自己的地界 混得不太满意 我喜欢他 我喜欢那种直接的 你们是在你们自己圈子里面 待不下去了 谁才来这个节目了 是吧 你是来给我当绿叶的 你们有做好准备和rapper们一起 在这个舞台上竞争了吗 是吧 刺激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刺激是 我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很兴奋 太棒了 我会希望能够找到一群志同道合 去融合大家不同的东西 让我们试着能够 表达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生命 很尖锐 很尖锐 搞得我说的都心惊胆颤的 我感觉 我感觉他们的满腔热情 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冲着他们的人来的 我很期待跟他们产生出 不动的碰撞吧 刚刚 可总看到他们的 感觉怎么样 看到感觉我后面几个问题 我感觉像伊丽静说的似的 太可怕了 那个串了 串台了 串台了 我问一下 你们喜欢说唱吗 喜欢 喜欢 不喜欢为什么要难 有什么意义吗 有什么意义吗 真的很喜欢说唱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真的很喜欢音乐吗 因为我自己也是制作人 其实我听歌的范围是挺广的 而且我这次来就特别期待能够看到一些女生的 唱歌 因为其实女生在唱歌里面 其实占的比例 其实是蛮少的 我觉得能够发现和认识 还有跟很多的更新的人类去学习和交流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参加 天呐 为什么这些孩子问我之后都紧张了 为什么要跨界参加说唱节目 我觉得 对我来说其实就没有记 所以我不存在跨界的说法 第三 你们能够帮助中文说唱吗 我觉得在至少在选B的审美上 我是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的 因为我现在听到很多的rapper也好 就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rapper也好 他们选B的审美 我觉得单一 我不知道两位认不认同我这个说法 可能也是我听得少 但是我觉得中文的说唱的音乐环境里面 其实可以出现更多元化的B的制作 然后也可以玩一些更多好玩的东西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至少是能够带来一点 点点帮助的 嗯 金星你刚才又可爱又认真 因为我就是想问你第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把三个都回答 旁边 旁边两个那个哥哥弟弟 哎呦松口筋 哎呀我们可以少打两个 嗯 他去认真了 哈哈哈哈 我问一下 张俊 为什么跨界参加说唱节目 我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跨界来参加一个节目 其实 归根究底还是音乐跟舞台本身 我觉得舞台键吧 机器在哪里 舞台键 我们其实不是要来跟他们竞争的 嗯 应该是要一起合作 然后才能够进入到他们说的 嗯 真的帮助中文说唱吗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至少可以 做出一些好作品 没错 对 现在的 很多小朋友是真的很强 我想要知道他们怎么去玩浮沙 怎么写词 他们怎么思考 其实对我来讲最迷人的是这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他们怎么想 所以才想来 在这个舞台之上 其实没有上下之分 大家是有一些新的思维能够碰撞的 我觉得就会很美 最后我想问问那个雁明哥 接下来 可以帮助中文说唱做到哪些东西 我自己一直认为 我们能不能够助力和帮助他的那一刻 其实是来自于说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 我是真的是觉得说 音乐是需要融合的 它是需要去不断的碰撞的 在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百分百做对 我觉得没有人敢讲 但是我相信百分百的拿出真心 这是我们Promise 是一定是放在这里来跟大家来玩的 对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建议和共建 这样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持续的发展 这是我好奇 期待 充满热情 来到这个舞台的关键 这样别着急 我们还有后半段 刚松口气是吧 想跑 来还有一班 你是来干啥的 说唱听我的 你们来了是听谁的 你们跟我们真的合得来吗 我们真能一起做音乐吗 会不会看不起我们这些 只会用嘴上功夫的说唱歌手 毕竟你们业务能力确实比我们强 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交流 不要用你的专业来评定我们的专业 对 我们可以好好的磨合 你觉得是谁主导音乐比较好 还是我们一起主导音乐 你是一个会妥协的人吗 对待音乐 你还抱以当年的热忱吗 做音乐的时候 你会快乐吗 你能接受我写歌比你们写的好吗 你能接受我长得比你帅 而且写歌比你写的好吗 必然就是 可以 如果我们一起做一首歌的话 你会考虑我的想法吗 当然 你能教我唱歌吗 没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想他 OK的 还有一个 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好可爱 没有一个人 是不是从小 不应不全的孩子 别人唱歌要钱 我唱歌要命 所以我想请各位老师 如果斯蒂娅有机会 陪在录音棚或者交流的时候 能不能教教我们 这样的普通人 怎么样 把唱歌变得好听 想学习一下 你就期待跟什么样的人来合作 其实我还是 因为听说这次年轻的选手 会挺多的 很期待这种新鲜的血液 新鲜的力量 主要还是得看三位老师喜欢的类型 更多的是要跟老师们的音乐风格的结合 怎么样能够出来更好的效果 但那个长进 我觉得会有矛盾 然后会有那个争取 然后之前的那种讨论 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挺好的 因为其实笨证的目的肯定是 最终呈现出来的那东西是好的 很多东西不是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那个东西好 你得试 你呢 我喜欢怪人 我也很期待这个节目 里面的那些所谓的怪卡 我希望他会出来一个唱歌 他第一下就可以击中我 就这个人我要定了 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种被雷劈的感觉 是很好的 我觉得今天你是让我 心跳最快的一个人 非常的棒 很完美 燃起了我想要跟你合作的欲望 如果说我要挑选 我会挑选一些比较怪一点的 这样我们结合才能碰上出 更奇怪的东西 我想挑那种年轻的血液 就是那种年轻的血液 一上来就完全没有那些进步 我在乎词 对我来说口齿要清晰 因为我觉得Rapper歌手 我要听清楚他唱 我没时间看词 我最期待的Rapper歌手就是 我不用看歌词 我完全听得懂 他在给我传达的是什么 哪怕他可以很快 或者是内容很多 节奏感很强 那更需要我们的段剧 重音 要把中文的这个背后的那个 语言的特色要唱出来 一纯 你觉得刚才那几个小伙子 你觉得合得来不 大家都那么年轻 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契合的 看来他说的那话 大家都那么年轻 一定很契合 那我怎么办 对不起 郭老师也年轻 你也很年轻 其实他们也就是在那个录那个时候凶一点 其实见面都挺好的 不过我们 让我们去录那个呢 我们也很凶了 但过来也是老师老师 应该都是这种状态 我觉得能不能我们参加这个节目 别再叫老师老师的 非常好 对吧 就是所以我也想给你们俩一个问题 你们能给我取个名吗 对啊 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 对 你们不是都用的是别名 你们也给我们取一个 我取的话 我怕你不接受 你给我取一个 你说 第一波的创作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它很像精灵 声音的精灵 如果它是精灵的话 你就很像女娃 女娃 女娃 女娃补贴 那个女娃 你的声音是不是一唱出来就残烂 这天一定可以补了 你们觉得呢 我叫做AK小精灵 大家好 我叫小精灵 这也太Q了 我觉得小精灵真的非常适合你 你看你的眼睛 非常非常感觉 就很像小精灵 我觉得小精灵非常好 救命啊 但是我就很奇怪 小精灵 夏依纯 大家好 我是小精灵 夏依纯 快很奇怪了 你不喜欢这个吗 我喜欢Q了一点 你的别称叫啥 我是AKAMC杜鹃花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我是白云下面杜海涛 最爱是把丝香蕉 这很酷 响啊 厉害 厉害 谁帮我编一段 因为我真的没有 你想要可爱的 还是要那个 违岸你的 我觉得应该有反差的 如果他不喜欢小精灵 我就用小精灵 你用小精灵可以 挺好的 这是反差的吗 太反差了 你名字换一下 女娃 我叫女娃 太大了 这样聪哥你回头给艺纯想一个好不好 对 你们帮我想一想 好 我想一想 想一想 那就拜托法老了 帮我想着 小精灵也行 然后但不是还要有一句 就像刚才他那么酷 我觉得我也想那么酷 我也想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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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来一个啥 我也想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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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一点的 酷一点的 那个 那行 那你们再聊会儿 那个 我再走一下 对 杜鹃花是吧 对 AKAMC 杜鹃花 蓝蓝的天象 白云飘 我是白云下面 杜海涛 拽石 拔石香蕉 这还擦一下鼻涕吗 我觉得这挺好玩的 你们觉得小精灵这个字 还是我吗 你喜欢我觉得就是对的 就是小精灵 对吧 我帮你想的 slogan就是 你想 就是 大家好 这里是AKA小精灵 每天都给你一个好心情 大家好 我这里是AKA小精灵 每天都给你一个好心情 工掌门 工掌门 对 好心情 你不能说大家好 你说 我叫小 要坏一点 要嘴巴要弯一点 我叫小精灵 要嘴巴 我叫小 要歪着说 要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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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精灵 每天都给你一个好心情 大家好 我是AKA小精灵 我是小精灵 天天带来好心情 但是我感觉我叫你小精灵 好像 有点尴尬 这种有点叫 不好意思 小精灵老师 好 跟着我的节奏 不吭 我叫小精灵 不是 猫 我觉得明天可能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这个东西一出来 这个人就是一个好的选手 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谋而合 这就是不会有分歧的 还有种问题是 共识的不对等的 可能这个时候他觉得好 他觉得不好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想一个策略 我的想法是 这个人是你认为 你一定会接下去 去长期愿意把他加入你的队伍当中 来唱的这个人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人声音 不用管我们的感受 就去拍吧 然后两位老师负责在说唱领域 他们的专业性的一些把控 他们俩有感觉到 你们俩就别管我们 就只要给我们使个眼色 就跟他干 你懂我意思吗 懂得我get it到了 对就给他拍了 你比如说 这93个人明天 其实你想每一次像比赛这种 就是最开始出来的 其实比较吃亏的 就比如说第一开始出来 我们什么也没有听过 啪啪啪啪啪啪啪 把我们都按完了 好的在后边 假设我后面92个完全盖过 就是第一个就这样的情况 你知道吗 对 前面的我们觉得可以记一下 要记 除非是特别 要记一下 后面再把他们捞回来 这个好 对不对 对 我们票数也要控制 要最好要玩到最后 还留个几票 然后可以从池子里捞人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 现在我们是干到第五组 我们给了 还没过半呢 给了七个了 给了七个了 B马上过半了 我们的计划是今天给十个的吗 这个真的 到中间真的是现实的状况 完了 什么 很想要的吗 那我们币太少了 怎么办呢 币不够用吗 可以给他们借吗 什么东西啊 就跟对面的借 真的是币少了 真的是币少 太少了 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币了是吗 没币了 我们票数也要控制 要最好要玩到最后 还留个几票 那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达身共识了 好 好不好 好 收工 收工 我想主要是明天 我们怎么配合好选人 那还是主要看你们三个 其实我们两个的话 还是辅助为主 对 对 如果超级好的 你们真的觉得 因为你们俩特别有经验 在这个环境 你们就马上要暗示我们说 这个不能放过 如果你真的是最爱的那一个 宁愿用干 也不要只是按了 因为按了你去 放徽章的时候 你被抢了 你就抢不合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按那个 你还有一个带点要去吗 所以谁比较快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的浮动很快 我的手也长一点 那我们明天能选多少呢 就是因为这个也有一个数量 那明天就按十个 如果特别特别喜欢再加 轻松 然后在轻松的当中 又把 认真地把东西做好 那我们就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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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导演 这样才有穿透力 我们拳头取好了 好 我是AK 小精灵 每天给你好心情 谢谢 风火轮打扮 三 二 一 中国的说唱 哪怕是中国的流行的说唱 也一定要有中国风格 所以我觉得特别期待 这个节目 能有很多的年轻人 找到自己的风格 我希望这样的双子星 是能够达到一种互动和谐 一直到最后 可以给观众呈现出 他们也能传唱和喜爱的作品 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好歌手 我非常非常地期待 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 而且我希望他们是一些 年轻的 无畏的 热爱 说唱音乐的歌手 未来是怎么样的 明天是怎么样的 我期待这个舞台上 他们也要不兴于力地 给我们一些惊喜 Rest up 好大呀 璀璨星光 Legendary Yes sir 下一个又是谁呢 碎衣女孩 王毅乔 嗨 Gia Yes 帅哥帅 这两个感觉 全部不帅哥都没你 肚子好 好不解 好 潮牌主力人 穿搭博主 男佑 然后 草莓 都死掉了 那就是这只手 一直到上前那边 嗯 南博 哦 啊 这个 前着 我从那三个 哦 这 因为 小章鱼 好可爱 他三个好干净 好可爱 他三个好干净 三个好 三个好 你鼓起来了 有点鼓起来了 谢谢 我感觉你压力有点大 我没有什么压力 感觉你那个表情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 我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谢谢你 不管谁 应该的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了 帅哥 我是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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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一起叫做帅哥组合 兄弟 你在干什么 刚就是帅哥 换个运可以吗 我们在一起 都不会塞车 来吧 我们来吧 巨燥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走了 来了 等你们半天 搞得就像是一个场坏 他们团队 是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这巨燥 来巨燥 剧造 一波一波到齐了 剧造 阿姨 阿姨 要要要要干这种事吗 他们人那种 剧造的兄弟 what's up 剧造 学女伙今天剧造吗 剧造 Oliver ивают Oliver 太噪了 准缜三少 给她重点关照 关照 她的羽绒皮 为什么有两个手指搭了下来 把这两个拼在一起的话 能不能的话 应该会是 贱一贰 把后面那件借给了 不认识 反正就教育完了 这么热情 三朵金花 真的得记性了吧 校友一行常似猴的 接下来的应该是八英里的 我打探过的 站在前面的是陶冶 后面是Viz 全国总冠军今年的 西奥木上海战冠军 阿拉梅也是八英里了 这边都是实力排上的 八英里全在这 那像我这种八英里二连贯的 不应该站在他们面前了 接下来走在前面的是Joni 来自香港大学 后面的是Lord X留学生 再后面的是金马 这是范团 Alan他最强大脑第十四强 最强大脑 真的最强大脑 你怎么都知道了 你什么什么都知道 你都是 你接手打上 我打探过 导演组的模拟对选择出现 接下来第一个叫西瓜 第二个叫陈志南 第三个叫 近可 新疆的 第四个是三个字 忘了 最后一个产颜 反而很像爱子 你这么就是爱子吧 爱子 我和爱子 老师你来了 老师来 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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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爱子 这真是爱子 你这造型一模一样 还有人 第一个是苏帕西上海的 第二个我不认识 这个神秘的男人引起了我都好奇 这个神秘的男人引起了我都好奇 这男人有点魅力的 什么时候放饭真的 真的有点饿了 你现在我们开始鼓掌 所有人全马上跟着鼓掌 谢谢 你现在马上跟着开起来站起来鼓掌 我们跟着引起鼓掌全场 你们觉得马上 我刚刚就不相信 出卖兄弟那么做嘛 不得出卖啊 真的呀 好 好 打了 工作人员都被骗了 工作人员都被骗了 你就跟小时候那种上课比较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在哪 我们是搞TRAP的 对 我们是搞仇向哪种 不是 搞仇 有人来了 我第一次见成员 第一次见成员 各位好 哈喽 那个欢迎各位啊 那我先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规则 我们这次是说唱双子星 第一轮我们每支队伍邀请20个人进入了他们的英雄池 第一次 开始训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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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90秒的时间 最后10秒钟的时候 我们两边就开始拍灯 那那个杆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反转拳 并且我们这个推杆是一支队伍只有三次 如果谁被推杆了 这就走起来了 这就走起来了 好 好 来 接下来希望各位把状态调整到最好 因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时间了 说唱听你们的 各位加油了 好 各位 5 4 3 2 1 外星人电解之水 独家冠名播出的 说唱听我的经验开始 我自己出现我的转机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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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喜欢你了 太喜欢你了 很酷的感觉 我觉得一定要酷吗 我觉得一定要酷吗 我到底没有听懂 我到底没有听懂 有没有人说过像儿哥 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赋吗 那个什么IDOL Rapper 这个事情 四年前了 现在应该重新看一下了 其实作为一个Rapper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你自己 我没有明星 我也没有Rap Star的崇拜 但是我是一个 特别喜欢说唱的人 谁是Rapper Apple Rapper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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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百科世界如此简单 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 媒体鸣谢 快手娱乐 快手综艺 西文客户端合作 一点资讯 Zakar 特别合作 WiFi万能钥匙 夸客 智行 默默 百度输入法 驯飞输入法 Keep 世界 感谢媒体支持 中心网 凤凰娱乐 腾骏娱乐 搜狐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青楼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铺娱乐 红网 华生在线 西浪湖南 腾讯大乡网 大众网 亚洲娱乐网 花边娱乐 熊猫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